同学们好,这里是针对华文文学选修课程所进行的课程介绍 华文文学必须与Social Study一起合选,作为一颗完整的Humanity Subject 华文文学的考试范围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为诗歌和现当代短篇小说 这里所列出的13个作品都是选修华文文学的同学必须阅读的作品 第二个部分为考察课外文学作品 这个部分并没有规定的文本 主要是以现当代短篇小说、微型小说、诗歌为主 重点是考察同学的鉴赏及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 华文文学的试卷总共分为两个部分 各占25分,总分为50分 试卷时长为1小时40分钟 有兴趣想要选读华文文学的同学 如果在中二的时候是修集高级华文 那全年的总平均必须至少达到B3或以上 而快捷华文的同学 如果有兴趣想要申请华文文学 那全年的总平均必须至少达到A2或以上 再来就是对华文文学呢 有浓厚的兴趣 喜欢阅读华文文学的作品 而且能够欣赏和分析文学作品 谢谢 阿八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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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